每早起床走出露台喝杯咖啡, 看著晨光下太陽視河船內船往, 用倫敦北部的廣闊海景來開始新的一天, 個人都特別醒神, 限時遠處河半長龍萬跑, 在微風中出一身汗。 再穿過綠化公園的林蔭, 就回到今次要介紹的樓盤, 位於東倫敦太陽視河南望Wallage的Royal Arsenal Riverside。 Wallage區是倫敦近年急速武器的重建發展區, 而Royal Arsenal Riverside是區內其中一個最大型的綜合住宅社區項目, 由英國大型上市發展商Berkeley Group興建, 總投資額達12億英鎊,佔地88英畝, 差不多有兩個香港維園那麼大, 項目分多期發展,整個發展計劃長達超過20年, 總共提供5000個住宅單位,Royal Arsenal Riverside的交通極致方便, 即將開通的倫敦Crossville伊莉莎八線Wallage站, 就是位於這個項目範圍之內, 一口前往市中心金融城只需15分鐘車程, 去金斯像碼頭更加只需7分鐘。 另外,屋遠翌輪近現有的Wallage Austin會輕鐵站, 也有道輪服務,可以直達金斯像碼頭、 倫敦橋、西敏等等的地方, 7分鐘就可以到達倫敦城市機場。 區內生活設施齊全,Tesco、馬沙、 Sanxbury超市齊站, 附近亦有購物街、餐廳、酒吧、 咖啡廳、銀行和小型龍某市場。 Loyal Arsenal Riverside的住宅屬於999年租任業權, 提供498至1132呎的1至3房單位, 附送基本裝修和部份電器。 大部份單位設有露台, 不同座向可以享受太陽市河景或綠髮花園景色。 背所設有健身室、 私人影院、 室內泳池、 桑拿室、水療中心等設備, 一場費49萬磅起, 赤卡大約670磅。 講回Voolage, 這區曾經是軍工要地和皇家軍校所在, 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歷史建築, 在政府推動重建發展之下, Voolage被定位為倫敦的新興文化區, 發展計劃包括將5座歷史建築改建成集劇院、舞台、 藝術家工作室於一室的創意區, 加上2009年碼頭區輕鐵開通Voolage站, 大大刺激人口流入。 未來伊利沙白線通車之後, 樓價較低的Voolage, 相信會吸引不少高薪百嶺搬來這裡住, 而中信集團日後會在Voolage對外發展亞洲商務港, 預計可以創造超過3萬個就業職位, 帶動這區的主屋需求。 根據Rite Wolf的數據, Voolage過去5年樓價升幅高達77%, 而租金回報大約有3至4厘, 在倫敦來說也算是相當不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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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